这波疫情来袭其实劳资双方都非常辛苦 但现在传出来明年的基本工资可能要动涨了 主要是因为工商团体认为服务业首当其冲 声音已经很惨淡了 如果薪资再涨的话真的会吃不消 可是另外一方面对打工族来说 恐怕挣的钱就没有办法增加 但是劳动部表示现在还要讨论还没有定调 把冰块跟原茶装入雪克杯 A3级警戒下的首摇影订单大减 连带让打工的梁同学上班时间也少了约三分之一 如今却传出基本工资恐怕要动涨 一年大概2000左右的情况下真的是较没有影响 但如果能调涨的话对我来说还是不如小步 那当然会希望就是还是可以涨这样子 打工正利用钱的梁同学学姓以法定基本工资 一小时160元来算 跟去年相比同样每个月排班100小时 一年换算下来多了2400元 还算蛮有感的 对啊 但是相较前几年来说的话 就是这几年的幅度确实比较小一点 其实近年来基本工资是年年条 去年考量全球遭逢新冠疫情 在劳工权益与企业成本折中下 月薪和时薪都只为涨0.84% 但从2017年至今基本月薪已经调涨近3000元 来到2万4 基本时薪也来到160元 但明年因为疫情工商团体希望能动涨 整个经济的成长力 今年还是坐无望六 但是你要知道坐无望六 它本身的产业特性 你说像半导体产业 像5G产业 来评估所有的整体企业 产业受损情况难以预估 尤其服务业不仅在这波冲击最大 再加上大多聘雇工时劳工为主 在这节骨眼上恐怕难以承担薪资调涨 好的产业是一定要加薪 你那些坐无望六的科技产业 你的利润够 中小企业我们不要跟一般的产业一样 去齐头全国一致的 不仅企业负担大 劳工也有基本生活开销需求 但劳动部已经着手书面征询意见 到底是否要调涨 将会由审议小组成员共同决议 在劳资双方间取得平衡 东森台经科黄明谢维仪台北报导